厚厚在娘家做什麼事最爽 怎麼是怎麼做 偷娘家東西出來 還有的 B 當大小姐給爸媽伺候 A還是B 請舉牌 怎麼可能是A 怎麼會是偷 自由先講好了 當然要偷啊 你會幹你爸的東西喔 不要這麼說啊 有些東西 不要用這個字 有些東西 怪不得亮亮跟我講說 你們家不時會出現金條 不是金條 金條我還不會 金條可以自己買 有些東西不是錢能買得到的 那個才比較難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那一些東西比較特別 我跟你講一定要搬 我跟大家講 對啊 我跟大家講 以前我媽媽有一個彩色鍋 以前彩色鍋是很 髮廊 家裡有一個髮廊彩色鍋 不得了 很高級 我跟你講 我早就想要我媽這個鍋了 然後他死都不給我 然後那一天呢 因為他就滷了一個咖哩在裡面 那我兒子就覺得說 媽媽這咖哩這樣拿起來 好像在國外 我說對 你兒子 你孫子說這咖哩很好吃 我轉鍋拿回來 我幫你洗一洗再拿來給你 然後20年來就沒有再回去過了 對啊 這20年前幹來的 對 我兒子都25歲 坦白講 彩色鍋這個造型非常少 是不是 非常少 是我我也拿 是不是 是我我也拿 而且我們拿回來收藏都好 而且是有回憶的對不對 這上中你媽會不會一直給你吹套 她忘記了 因為你會買別的給她 對 對 你要跟她換 你知道嗎 這張真的很聰明 這真的要把它拿回來 你保護得很好 你很少用 很少用就捨不得要 要不然這個會掉 這個好看 這個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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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這樣就拿走了 而且我跟你講 她這個蓋子高 她蓋子高 妳知道嗎 稍微再多一點的話 對 它也是可以蓋上去 非常漂亮 而且這個可以直接上桌 不用再換了 對 這一定要拿的 這我沒有 真的 我這裡也沒什麼是非好不好 贊同 另外那比較小的 那是幹嘛的 這個一定要 你回去那個 對 對 隔水針 大小剛剛好 這我經常說都買得大嗎 沒有沒有這種大小沒有 這個尺寸買不到 不容易 現在比較大 都是比較大的 對 那不然就比較小的 燉燕窩那個比較小 然後不然就是燉雞中的那個 那個太大 這個 我現在知道 這個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它三十漂亮 尺寸很棒 一個人喝雞湯 所以這個要你也是一樣會拿 會拿 對啦 一隻雞腿 我們一個人喝剛剛好 對不對 另外那是什麼佛牌 那是什麼 不是佛牌 我跟你講這個 你都沒看過了 這個是 我其實想再偷另外一個 現在還沒看到哪一個 因為那個是我阿嬤在用 這個是我媽媽用的 因為這個是小時候的那個 什麼 小時候我有暖包是不是 我小時候看到我 阿祖那是竹子做的 你知道嗎 裡面是燒炭的 然後那個手這樣嗚著 所以這個就是 以前的暖暖包 對 我只記得小時候他們要放油 然後點火 現在我也不會用 但是 以前 但你不覺得這很懷念 我小時候我阿嬤都弄完 然後我就放在口袋暖暖的這樣 我那天在那邊翻翻翻 這是 這是 你小時候你們家是有錢人 這日本才有 對 這後來我媽媽買日本的 這個是我媽媽的 但有一個更古老的 我想偷那一個 不是 目前還沒看到 想珍藏那個 對 你這個都要換了 那個免費那個都不行 現在還有人在用這個嗎 應該買不到了 對 變古董了 對 而且你知道它是非常低溫的 很舒服 低溫 不會給你燒 對 看口袋 對 我就記得以前小時候 他們就弄熱熱的 然後放我口袋這樣 對 然後他一定要放在一個紅布 然後放在裡面 就不會很燙 這個要拿 這要拿嘛 反正他也不會用 你拿完 看一包了什麼 我 我偷東西比較特別 我偷的都是農產品 因為我爸媽退休了 農產品 我們家就是有一點山坡 所以其實他們喜歡在院子裡面 種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爸媽種的 自己種的都是有機的 你知道是用心去栽種 然後無毒的 但是這是我家 剛好在我夫家裡面 剛好現在有的 要不然的話 其實我平常會偷更多大型的農產品 然後你看這個東西好特別 它不是檸檬也不是荊棘 它叫 它是一種很像荊棘 又很像檸檬的混合物 有荊棘的香味 可是卻有檸檬的酸度 反正就是一種很特別的東西 那這個是直接這樣吃 沒有 它是可以擠在你的料理上面的 但你就會覺得 而且其實那時候種在我們娘家的時候 我小朋友每一次去看 他就會偷摘 這個紫蘇喔 對 因為台灣的紫蘇不好買 就是其實它不難種 但是不好買 所以我又很想念 就是有時候去吃日本料理 或是去韓國吃烤肉的時候 就會用紫蘇 所以我就叫我爸媽種 妳這是紫被紫蘇 又不太一樣 對 對 這個又就是在 還滿特別 韓國又不太看得到紫色的這樣子 然後它就很香 然後 但我爸媽除了種這種小型的東西之外 他們會種大型的 像南瓜 木瓜 那種... 妳回家會被當大小姐 我回家就是 大小姐吃後 我回家就是 當嬰兒啊 對 就攤在那邊就是 一攤爛泥啊 所以她天天都是一攤爛泥 沒有 對 所以妳嫁出去了 妳要打掃要洗衣煮飯 妳回到家妳都不用做這些事情 爸爸媽媽就會把妳水果切好 我只要說媽 那個夏天我想吃西瓜 你知道我隔天回到家 我爸就會買好了 然後我如果就是 譬如說妳在家妳生了小孩 如果就是小孩子大便了 婆婆就會跟你講說 小孩大便 那我們就做媳婦要起來 趕快去換尿布 可是到娘家 媽 對 寶貝大便了 對 那媽媽就會說 好啦 那我們洗屁股 我每次回到家 我媽媽就已經 冰箱都已經煮好那個菊花茶 所以我每次看到那個菊花茶 我現在看到菊花茶 我都會 等一下 各位 她是天天回娘家 妳是天天回去喝菊花茶 可是真的回去 回去變一個屍體 攤在那邊是蠻好的 蠻爽的 因為有時候在家 真的是已經很忙了 然後跟老公那個眼睛對到 她就使喚妳去做事情 對 因為只有在娘家 不會有人使喚妳做事情 你知道我每次回娘家 因為我們電視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椅子 我從很小的時候 我就喜歡窩在那個椅子 所以我每次回去 我就一定就在那個椅子 然後我就不會動了 然後我就說 我要喝水 我要吃飯 然後我要吃水果 我希望 我想要去吃樓下 那個麵包店不錯 我就叫我妹去買 反正就叫我妹 我姐 她們去買豆花 買菊花 但是吃一吃弄一弄 反正到最後就是八九點那時候 妳就覺得腳很痠 要回家了你知道嗎 就起來 我們要回家了 那我媽就開始說 那水果啊什麼 妳要不要帶回去 對 妳要不要帶回去 每次回家就一一大堆 好可怕 各位 她是48小時就回家 沒有 可是我跟妳講 我很慶幸就是 我那時候每天都回家 因為後來我爸媽離開了 我會覺得說 還好 就是我爸媽在的時候 我每天都有回去 我不會在想說 我爸媽就是不在了 然後我還在的時候 我還沒有很常回家 所以我現在會一直講 講的是我開心的是 因為我覺得那個氛圍 是好的 才不會說爸媽離開之後 然後妳會就覺得說 我當初應該要多回去陪她 對 對 所以現在已經是沒有娘 沒有那個要回娘家 怪不得妳看到菊花茶 妳還相信我媽媽 對 那讓我們可以理解 妳剛才那個心情 對 所以我現在才會說 我現在看到菊花茶就會想到 我那時候回去 雖然現在很難過 那妳這樣子 婚後這樣子回娘家 打擾妳父母 沒有 孝順妳父母 幾年 五年 五年 這樣子每天這件事情 大概就是一年多 講得好像妳這個 十年來都這樣 沒有 就是 好啦 我們這樣子 我們可以體會了吧 可以體會 沒有 但我希望 而且感人的是妳現在在回老家 打開冰箱 竟然還有一杯菊花茶 沒有 妳這太鬼樣了 沒有 沒有 但是我跟妳講 我們不是講說 女兒就是回家拿東西嗎 你知道我冰箱還有放一罐 我爸已經去吃大概五年了 挺不能再講了 對 然後我們家冰箱有一罐 我爸爸就是醃好的那個薑 客家人喜歡醃漬的薑 都一直放在那邊 然後我捨不得把它吃完 就開冰箱 我會覺得 我爸還在耶 因為那是我爸醃給我的薑 對 好了 我剛剛罵妳的都受不了 因為她背後有這麼感人的故事 對啊 來 維妮媽 對 有點開心了吧 對 對 其實有時候回娘家 真的就是一個女兒 不是 維妮媽妳幹嘛哭成這樣 妳也有菊花茶的故事嗎 這樣子很難接呢 我真的是 來 沒有 因為 回去就是想說 我就是生了四個小孩 而且那麼年輕就嫁出去 然後回到家 當然爸爸媽媽他們就會想說 我那麼累啊 然後 就真的就像屍體一樣躺在那邊 他們甚至會知道說 因為我很想要按摩 但是因為 要省錢 我捨不得花這個錢 所以他們還會幫我去預約 像我去日本找媽媽 他就會帶我去很多地方 泡溫泉 然後帶我去他看過 就經歷過很好 很棒的地方 妳這樣子 我這樣子 我不應該這樣子 真的 我以後不會找妳按摩 這樣 我懂那感受 在娘家鄉一攤爛泥 然後都爸媽會當公主 然後到了晚上八九點 要回家了對不對 我要家門一打開老公 要長大了 老公就開始臭臉了 那個垃圾 那個妳到底要放幾天 對 那個西彎草的碗妳知道嗎 那就是 玉琳哥 你這樣一秒讓我這樣 你為什麼要吃 真的 真的 那冰箱裡面那個豆腐乳 放多久妳知道 要怎麼樣 對 就會變成 所以就會變成有 天堂跟地獄 所以大部分都想要回家 當大小姐給爸媽之後嗎 回去就是只是享受一個 就是當女兒的感覺而已 所以我都會約大家一起 我就會約我爸媽 然後我侄子 然後我二哥 然後我二嫂 大家一起 就是回家 然後我二哥就會煮一桌的菜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想說 大家都在太好了 我就帶小朋友回去 然後呢 十二個小時開始算有沒有 比如說早上九點 我就要到 到家之後呢 小朋友就 完全就不用顧了 因為他們輪流會顧 就是二哥顧完換二嫂 二嫂結束換爸爸 爸爸結束換媽媽 媽媽結束換子子 然後我就覺得 太快樂了 我就覺得猛打電動 然後打十二個小時 然後該吃飯的時候呢 就去桌上 就是去掃東西吃 完全不用準備 對 超級爽 每次回去一定要十二個小時 我覺得我 為什麼不能超過十二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我還是要回家 就是還是要顧慮到 老公的感受 我不能讓他覺得說 就是 我就不管家裡面怎麼樣 對 所以還是就想說 那就加個十二個小時好了 就是小孩累了 可以回去睡覺這樣 對 OK 好 我們來看 到底選A還選B的人不正常 婚後在娘家做什麼是最爽 A 偷娘家東西出來 B 當大小姐給爸媽伺候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一題我會選B 因為回趟娘家 每次都會讓我感覺我自己 又好像變成一個小公主 就是父母呢 他會煮很多好吃 你很喜歡吃冷菜給你 然後除了伺候以外 也不算伺候 他們會允許 你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比如今天你想要看電視 你想要耍費什麼的 你都可以去做 因為難得回娘家 就是想要你放鬆 這個答案我一定會選B 就是我自己不是爸媽伺候 我是阿公阿嬤會伺候我 就像我回到阿公阿嬤家的時候 我可能躺在沙發上 阿嬤一定會端著一碗東西 然後過來說 你要吃這個嗎 你要吃那個嗎 然後他不是給你吃喔 他是就是我躺在沙發上 他是會用餵我的方式 然後還就是餵我喝飲料啊什麼的 然後就是 所以我一定會選B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8%的KOL投給A 偷兩家東西出來 而有高達72%的KOL 投票給了B 當大小姐給爸媽伺候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原來大多數都還是享受回家 爸媽扮演漢公主伺候 比較少數人會喜歡回家 跟他幹娘家的東西 那錢那一堆不正常 現在女生都知道 那東西不值錢啦 對不對 對… 那就直接幹錢 不是啦 那個爸媽一把年紀 你跟他錢那行不行 對啊 幹那些小東西還可以 行不行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大家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